说到赢赌而倾家荡产的人很多 但靠赌支付的也大有人在 知名度最高的无疑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 在香港 虽然没有开放赌这方面的娱乐实验 但却有人通过这个赌字发家支付 最特别的是 他还曾经还是一名探长 他就是香港的麻将大盲 石剑辉 这里是黑白人物质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石剑辉背后的故事 1915年 石剑辉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殷实家庭 父亲名为石队 是九龙地区的一位警官 祖籍在广东东莞辽部 自幼父母对石剑辉的教育就十分重视 将石剑辉送进当时的第一名校拔岁南书院读书 这间学校在当年能被称为第一名校 那是名不虚传 在这儿走出去的或成为高官 或成为名人 石剑辉也不负父母的厚望 以优异的成绩在学校毕业 1930年 石剑辉的父亲石队升任新建 九龙两居的滑碳厂 石剑辉也毕业了 靠着石队这个滑碳厂的名头 很快石剑辉也成了一名警员 那年代明知未开 知安并不像现代这么好 在石队的特意安排下 石剑辉成了警队里的坐管帮 什么叫坐管帮 在港片中常常会见到警察追着歹徒 再以歹徒缠动 最终将其制服 展示英勇无敌的一面 而坐管帮就是专门负责一些比较安全的工作 比如给人录口供的门职工作 日子着实枯燥 当时香港还未回归 真正的高官都是从英国派来的英国人 本地人讲粤语 英国人讲英语很难沟通 好在石剑辉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英级长官特别需要他来做翻译 因此还不到20岁的石剑辉 在警队里的地位节节攀升 很快他就成了一名探长 这也侧面阐述学习知识能走得更高更远 记得陈惠敏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过 早年香港的白道与黑道无异 白即黑 黑即白 为何这么说 至于那些从英国千里迢迢来港当官的英级长官 都是来镀金的 更多时候都是为了敛财 应了那句千里为官指为财的老话 英级长官下面会设置多名华人探长 长官通过这些探长来治理各方 然后探长们一方面维持各方平衡 通过黑帮来维持秩序 另一方面则是成了各个黑帮社团的保护伞 打四敛财 当然收下的钱也会拿出一部分往上面走一走 换取更多权利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在60年代叱咤香港的四大探长 其中武艺探长吕乐最是出名 从时间上来看 在石建辉当探长的时候 吕乐一伙人还只是普通警员 作为探长 石建辉也经常和江湖中人打交道 由于一个家里出了两个探长 因此江湖人对其非常敬畏 但石建辉为人比较实在 看不惯一些事情 又不得不做 因此一直向长官提出辞职 不过作为长官眼前的红人 辞职的请求一直被驳回 1949年 石建辉的父亲师对去世 也在这一年他辞掉了工作 这年他34岁 不过出来后石建辉沉寂了下来 默默地当了一名普通老百姓 寻找自己的事业 1958年 也许是一位姓氏 石建辉对于房子很是痴迷 从这一年开始 他有积蓄就买房 买完以后都是只租不卖 1964年 石建辉看准了成就他一生绰号的行业 麻将馆 早在1956年 经过积极适多的林老板多方游说 麻将馆在香港合法化 麻将馆赚钱的方式也很简单 每一次的赢家都需要按赢得金额的百分比 放进桌上的一个水箱里 因此抽拥也叫做抽水 只要麻将馆的人流量够多 只要开麻将馆的自己不下场跟着读 那就是稳赚的生意 石建辉看准麻将馆行业 在上海揭开了瑞昌麻将馆 这是他的第一家麻将馆 由于获利颇丰 石建辉成胜追击 在望角波兰接开了第二家麻将馆 名为瑞星麻将馆 瑞星麻将馆成为当时全港最大的麻将馆 每日账面上有巨额流水 平均一天能抽拥几十万 随后又接连开了成星 瑞丰 瑞丽等金馆 几年时间前后开了九家麻将馆 单单是这九家麻将馆的税收 一年就能超过两个亿 这数据不难看出麻将馆有多赚钱 也因为将麻将馆做到极致 人们称石建辉为麻将大王 当然 麻将馆虽然合法 却也是赌的一种 离不开龙蛇混杂的属性 龙蛇混杂之地 就必须敌有强悍的人坐镇 石建辉相中了当时风投正盛的神仙锦 神仙锦为人文武 双全是和安乐的精神领袖 早年打的14K教父洪汉一落荒而逃 一手将和安乐社团推向巅峰 其得一门声高老发在江湖上 一时威名赫赫 石建辉很欣赏神仙锦这个后辈 将旗下所有麻将馆的看长拳 交给神仙锦打领 也因此和安乐社团才一夜报复 可即便瑞星麻将馆拥有如此的背景 在一天晚上却遭到几名匪徒洗劫 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 1992年 几名匪徒扛个AK-47冲进麻将馆 他们不止抢钱 还要了客人的性命 有两个客人因为拿钱的动作慢了点 直接被开枪击毙 匪徒冲出麻将馆遇到前来追捕的警察 随后匪徒提将以警察交火 一时间人来人往的望角 一时成了枪弹雨林的战场 双方交火130多枪 造成两死十九伤 最终匪徒沿路扔手榴弹逃离现场 警方与石剑辉兜气坏了 为捉拿匪徒归案 警方高挂50万赏金 石剑辉更豪气 通过黑道下了江湖追杀令 悬赏300万 毕竟自家麻将馆被人这样洗劫 如果不拿出一点强硬的态度 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 谁还敢冒着生命危险来玩 起初石剑辉一直在想 到底是何方神圣在找他的麻烦 直到匪徒被捉拿归案 才知道原来是几个不出名的小贼 一个是何胜和的英仔黄建美 另一个是号称14K拥兵之王的唐宇章 14K拥兵之王唐宇章的江湖传奇故事 石剑辉虽然麻将馆生意很好 但他仍没有忘记他的爱好 那就是买楼 靠着麻将馆源源不断的收入 他也不断的到处买店铺 买楼令他最为得意的一次 就是当年抢签买下郑玉章看中的旺角七连店铺 1998年全球经济不景气 一家兵民破产的外国公司 基于回国重组 无奈之下只能将旺角七千相连的商铺卖出 旺角人流量大 一直都是一铺难求的地方 听见这消息 许多富豪都开出天价想要拿下 最为突出的就是郑玉章 他开出4亿3000万的最高价格 并答应一个月内将这笔贤付清 而石剑辉他开出另卖家更为心动的条件 4亿千200万 一个礼拜全数到位 虽然钱是少了一点 但是付款时间上快很多 基于回国的卖方对此更为心动 因此将店铺卖给了石剑辉 也不得不说 香港还是有许多隐形富豪的 就如这位麻将大王石剑辉 比起郑玉童这种常常出现在公众眼前的富豪 石剑辉的名气那是差了不少 但实际上他的家底却是实打实的 在那个年代 一个星期内父亲如此添加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现金流如此充裕 除了望角的七连店铺 石剑辉旗下还拥有其他70多个商铺 石栋大厦以及大量的套房 据说每月能收入的租金能达到两三千万 2013年 石剑辉去世 对待房子这一点上 家族后人秉承他的礼品 房子只买不卖 在房价日线上涨的时代 家族资产欲发升值 又由于内陆游客到香港消费能力越来越强 家族与时俱进 改良麻将馆 不仅引进内陆麻将的玩法 还学澳门赌厅那般 拍大巴到关口 专门接内陆游客到麻将馆 遇到大客户 还包吃包住 送智能手机作为礼物等等 当然 羊毛出在羊身上 能做到这些 不得再一次感叹 麻将馆的利润确实高 麻将馆的利润虽然高 但比起手头上不断增值的物业 可能只是为了守住祖业 实现会有个挺出名的孙子 名为石横聪 由于与港星蔡卓妍谈恋 曾经上了大热门 媒体称其为百亿太子爷 百亿这两个字是什么概念 当年英皇的老板杨寿成 就是以百亿的身家 起进香港富豪榜前50名 当然 太子爷与蔡卓妍也是真心相爱 据说蔡卓妍为了日后 与石横聪生孩子 还花了近千万动物20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质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